剛剛請坐歡迎 大家好我是冠佑汽車的茅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右手邊 這台 2010年 Lexus IS 250真容版 新車價 是挟181萬 好,現在我們看到引擎裡面 它這台搭配的是V6引擎 然後官方公佈它0-117.9秒 平均油耗是13.2 接下來我們看看它這個外觀的部分 首先這邊是它搭配HID的預言頭燈 還有這個蠻特別的 那個大燈清潔器 還有前車雷達前霧燈 那這是拖掉鉤 這台IS250它前面搭載的是225、45、17吋的輪胎 那我們看看後面 比較不一樣的是後面它多了20的台款 它這邊是245、45然後17吋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它這個駕駛座的部分 目前這台車的公里數是108、706 然後它一樣也有這個換檔撥片 感應式的雨刷、這個控制音量 還有這個定速巡航 那左邊這邊第一個按鍵看到的是自動遮壓連 然後第二個雨刷清潔 就是前面我們看到大燈下面那塊塑膠的部分 然後它也把接電話跟掛電話放到駕駛座的旁邊 讓你不會用起來手忙腳亂 然後還有它的方向盤也是電條的 這就是日本車貼心的地方 可以前後上下 然後再來這邊它是IT 然後它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是運動模式 Power 還有ECT經濟模式 第三個是Snow模式 這是雪地 然後它一樣也有這個分區溫控 可以一邊高一邊低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它這個中控的部分 一樣有分區溫控 然後還有收音機 還有這個CD 還有音眼線 這個是中控的置物空間 這邊有點焰器 然後它這邊比較特別的是它有這個加熱座椅 它駕駛座跟副駕駛座的電動椅 都有三主機翼模式 然後這台車它也是有配備天窗 然後還有兩個讀書燈 那現在帶大家看到這個後車廂的部分 後車廂也是相當的整潔 然後基本配備現金頂跟備胎 都是全新的 還有它後面也有四顆造車雷達 排氣管一樣是雙出排氣管有兩根 非常運動型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這台車的話可以來灌油汽車找我冒菌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也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 實在就是SUM